买了一辆电动车 GeForce 花了26000 26000 26000块钱 它这个正常时速是20公里 然后可以调到最高时速去到35公里 那么台湾这边的电动车的话呢 它限速是20公里的 那么正常情况下 就是在20公里内 不要超速 这两电动车我是要买来 在台湾这边用来代步的 因为发觉这边开车 那个油耗 虽然比大陆都要便宜 当然比香港要便宜的多的多了 但是呢 始终每个月我都要花2000块 如果在通宵外出的话 在通宵开车的话 也要2000块 所以买这两电动车的话 我就以后如果去收鱼啊 或者去市区买菜啊 买什么东西 不是很重很大件的东西的话呢 我都会开着这辆电动车来代步了 那今天呢 我在试吃啊 在家里开出来 现在停在这个路边拍视频 试吃 这个车呢 这个车呢 开起来 很激动 很激灵 很灵活 呃 一点都 不难控制 不过呢 就是说 有点小 而且我的脚又很长了 所以的话 会顶到脚 看到吗 会顶到脚 那这辆车的话呢 是 GeForce的 这一种电动车的顶配啊 还有这个 呃 有一个可以插手机充电的 USD插头 还有LED的显示屏 显示了多少公里 速多少公里 还有这个电量 到底用了多少 剩下多少 还配了一个买菜拿 嗯 可惜的话呢 就是因为 当时买的时候 说这两 这两的话呢 它是 30AH的 这个 呃 电容量很大 那么可以最高 那个 呃 可以走到 300公里 那个 呃 就是说 每一次充完电之后 你如果是 动力 是 自己加上 那个 脚踩 脚踩 加动力给它的话呢 可以走到 300公里 那一般 如果是 存电的话呢 存电推动的话 大概 去到 90公里这样 也很 很不错了 很厉害了 那么 有很多的 电动车 如果存电的话 最多也就是 40啊 50啊 可以 这两次超出一倍的 对 那么 还有呢 就是它的优点呢 就是 比较小 可以直叠的 直叠起来 放在车上就很方便 还有 还有后座位 后灯 前后灯都有 LED大灯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轮胎是 真空胎 这是 大陆做的了 但是 台湾 因为有经销商 在这边 经销 而且它会提供 这个 修理 提供 三年的 这个 电池的保障 在三年内 电池有问题的话 被爆发 还有那个 凉 还有那个 喇叭 凉声 喇叭 我现在是 好难操作 因为 这两次呢 比较小 踏起来的话 不是 因为我个子 比较高大 所以的话呢 不是太 太好 骑 我现在呢 是去看我的 定制网 早上放了 早上放了 那个 收了鱼 收了鱼之后呢 我现在在 试 这一条的 路 就是说 我以后要来 收鱼的这条路 我骑我的电动车 来去 以后在这边 收鱼的时候 终于 代步了 这一条路呢 都是很犯狂的 没什么人的 这些有拍过视频 也有种这条路 可以吃拍过视频 现在是开电动吃拍视频 好 这条路呢 说每一天都 一进 一进这路 一进 一进这路 一定要经过这里 经过我们的这条水道这边 哇 已经上马潮了 现在是下午的3点多 今天马潮时间是4点钟了 已经是马潮 今天是马潮了 但是那今天那个是小钢潮 小马潮 所以水位也不会很高 这条 凝水道 水渠 有 之前有不少朋友在这里钓鱼 对 因为现在呢 这两个水闸门都关上了 只剩下很很矮很很矮的那个 通道给这个海外面的水进来 所以 水这边的水会长得很慢 很慢 现在太阳正正在往山下下上的时候 下去的时候 所以是在往海面上下去 在这边 在西面 西面是海 是山 西面 西面